所有的主便,我們剛才的簡報片 所有的主便,GIS那些都沒有關係 最主要的是我們所有供便的時候 就會到第八頁這個地方 上面是消防的一些設施 都跟建築物體連接 那下面各位看到中間那一個 右下方是一個控制室 那個就是所有電力的電線 全部都會到那個地方去 所以如果各位委員說 這個要是歷史建物還是古蹟 那我們當然會想辦法 我們也會尊重委員的專業 但是我們可能是可以給我們一點時間 如果要列為古蹟 我就要在旁邊再蓋一棟控制室 我要把所有供電的這個 所有這些我要在那邊再做一套 不然我勢必將來萬一有地震 或是一些我需要在緊急處理的時候 那我又要依照我們這個古蹟修復 及再利用辦法 這樣的要編列計畫來 又請專業的人士來修復的話 這可能反不济集 所以我想說各位委員長官 你們是不是在審慎的評估就是說 我們當然一定會維護這一棟大樓 一定因為我們宮殿可靠 就是要把這棟大樓維護好 我們盡量不會去破壞它 但是如果要依照古蹟 或是歷史建物這種修復 其實再利用辦法的話 對我們是有一些困難的 我以上補充 謝謝 我們都可以理解 台電的同仁你們會擔心 但事實上那個文化資產保存法 並沒有那麼實法 對於產業建築工廠 其實與日濟菌更新裡面的設備 這是常有的 你說像照明或者水電 這個也50厚的建築物也沒有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可以放心 他們不會很死板的 說你整棟要以原貌 要這個不能夠去改變 沒有那麼嚴重 那你屋頂上加太陽人板 你室內有些隔間做一些變動 你有一些設備做一些更新 我想這個不違反文化資產保存法 應該是你可以放心 謝謝 非常感謝兩個老師的補充 所以可能有一些誤會 這部分我想被兼顧的情形下 來做看 那還有跟其他老師在這案子 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要發言 那如果沒有我們是不是就進行 來 委員拿起那個 資訊的意見表 然後來委員勾選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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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边各位老师说明一下 我们总选了11人 然后出席委员数的11人 然后有11的老师同意 那这个案子的人数 经把出席委员人数 三分之一二以上 所以这个案子同意指定为 试定估计 谢谢 审议案三 案由历史建筑市长官体 扩大定着土地范围 省议案 依据文化基層保存法第十八条 及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陆废值审查 及辅助办法办理 办理情形 本局在2017年7月3日公告登陆 市长官体为历史建筑 管理单位为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那现由文化局委托财产法人 瑞兴银行文化基金会 那后面会简身基金会 在座经营管理 那地形图 还有相关资料 附件一还有二 那公告资料在附件三 那历史建筑本体为市长官体的建筑本体 或含后级增建筑房及表演厅建务为中正区 中正段一小段1505建号 那坐落土地在同小段的226地号 那基金会基于在利用的需求 建议将既有的围墙内同小段的226之1地号 这个226之1地号现在不是公告范围 但是它是在既有的围墙内的这块226之1地号 也纳入历史建筑定着的土地范围 那经过本局的文化资源科调研相关资料之后 认为这个226之1地号 上面有一个小屋也是既有的建物 那并且是位在既有的围墙内 所以建议将这个226之1地号 也纳入历史建筑的范围 那为了离清历史建筑定着的土地范围 本局秉全则在108年6月14日的时候 邀及了五位文资委员友李前浪委员 詹天权委员 刘淑英委员 蔡元良委员 秦薛琴委员 办理文化资产价值审查的专案小组现场勘查 那因为这个226之1地号 它的土地使用分区是道路用地 所以我们也并同邀请了本府的交通局 都市发展局 公务局 新公处等出席 那以确认这个土地它后续的使用规划 以及道路有无开辟需求等等 那道路的会堪结论 委员可以参看附件4在第8页的地方 那会堪结论是有两点 第一点 本案经文化资产价值审查专案小组委员 综合讨论初步建议 台北市中正区中正段一小段226之1地号 纳入历史建筑市长官邸的范围 那第二点 本案专案小组现场勘查建议 依文化资产保存法相关规定 续送本府古籍历史建筑界建筑 序多建筑群考古遗址 史基及文化景观審议委员会 審议参考 那其他的补充资料有 6月14号的专案小组会开机间 在附件5第11页的地方 那以及比较详细的文化资产价值平坞报告 在附件6第14页 那现在图面上显示的是地级地形图的部分 那原本在公告范围内的是226地号 就是这个红色框起来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围墙内还有一个226之1地号 现在不在公告的范围内 那它是道路用地 那在都市计划图来看 可以看到目前红色框线就是226地号 现在的公告范围 那蓝色框线的226之1地号 就是现在这次讨论的道路用地 那它是在既有的围墙内 但不是原本的公告范围内 那以下是当天6月14日建物 建筑现物框的照片 这是在226之1地号 上面现有的一个既有的小屋的外观 那以及建物现况的内部一些隔间的状况 那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的详细资料委员 可以参看资料 那在价值分析部分 本局在108年6月14日 邀请了文资委员办理这个专案小组的现场勘查 那结论是初步建议226之1地号纳入历史建筑市长管理的范围 那当日出席的委员都是建议纳入226之1地号 相关单位的意见有两个单位 第一个单位是本府公务局新建工程处 也就是这个226之1地号的全管单位 那他们建议是 他们有先说明一下 目前这个新工处他们上午编列预算去办理这个道路的开辟计划 那第二点 在现在这个226之1地号上面有一个小屋是位于计划道路上 那如果说后续确认这个既有的建物要纳入历史建筑范围的话 新工处会建议这个都市计划道路去废除 那后续由文资单位为管衣服管用合议 那第二个单位是交通局 那他们提供的意见如下 那226之1地号有助于会来路往南北向的串联 并可作为周边基地停车场出路的使用 那以降低道路的影响 那第二点 取消这个计划道路的话 会导致这个计划道路南侧形成囊底路的设计 那建议以后续因并同检讨车辆回转空间的需求 那第三点是建议这个226之1地号维持道路使用 那在文化资产家庭评估报告的管理维护方面 建议是由本府文化局还有这个现在使用单位 基金会还有226之1地号的新建工程处 在省应会中向委员说明 那在登陆范围的影响评估部分 226之1地号现在是道路用地 纳市的府心供处在悬管 那现况226及226之1地号都是在这个 现在委托基金会在管理的市长管理一轮沙龙的管锁 围墙范围内 那如果历史建筑的定竹土地范围扩大的话 对现行使用没有影响 那后续也会由基金会去进行管理 你办一你请同意新增台北市中正区中正段 一小段226至1地号 纳入历史建筑市长管理定竹土地范围 新增后历史建筑及其定竹土地范围的面积 及地号历史建筑本体为市长管理建筑本体 不含后期增建的厨房及表演厅 建物为中正区中正段一小段1505建号 那实际的保存面积为386.43平方公尺 建筑物坐落的土地为中正区中正段一小段226地号 面积为2757平方公尺 及226至1地号209平方公尺 实际的保存面积需以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 第二点 公告新增理由及其法令依据 一为确认历史建筑保存的完整性 扩大历史建筑定竹土地范围 二符合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陆废纸审查及辅助办法 第二条第一项第二款第三款登陆基准 你办二本案提醒门审议会审议并依审议决议 办理后续 这个案子好像所有人是视频嘛 所以我可能就以现在新的规定 就不方便探讲讨论 是不是这部分是不是麻烦李老师这位男子 这个案子 我坐在主席 如果这个案子我也有到现场 简单的来讲就是说 过去因为我们知道那里有一个计划向导 六名叫做226之一 我想大家看这个图就很清楚了 原来是有一个计划道路的 所以当年订这个历史建筑物的26地号 就故意不包含它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它不会开闭 短期内在可见的以为来它不会开闭 刚才有新公司认为说 这个巷子过来是不是有一个囊体的设计 我想那个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至少目前为止 这一带的交通基本上是很畅通的 不必说故意要通过它 因为你旁边替代很多 那为了让它这个市场观点 能够有效的 何况它现在上面也有一个房子 有一个无障碍厕所 所以我们现场看来觉得 那就不妨把226之一 这个蓝色部分把它划到 我们定做图的房子之内 那未来若干了以后 真的它要开闭道路也还可以开啊 并不是说划入那个文化资产保存区域 就是等于是现建 倒没有到这个程度了 但是现在应该是进来比较合理 就它使用就现场合理了 所以五位委员现场看来都认为 这个资一蓝色的部分应该进来 应该进来 谢谢 好 现在我们很出席的单位有新公处的代表吗 好 您有没有 新公处一件其实上次会开的时候 我们也提供书面意见 所以因为那条道路 因为真的目前也没有开立的需求 那我们上次的建议还是一样 就是为了管用合一的话 就是能够废止那条计划道路 可以变归为文化 就是文化局这边围观的地步 报告完定 好 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的 那请问多发举什么意见 发举这边说明 因为这边如果经过今天审议会 决议是纳入文资的话 那后续就是相关的使用 就是审议文和文化相关规定 然后你据因应计划 开始议审计管制相关的规定 教证几条请教一下 就是说刚刚我看到 如果现在让进去布局上网内 那比较多话开闭道路还是可以开 不晓得到时候 如果假设有开闭道路需求的时候 会需要哪些程序吗 你就按照一般正常程序 文化局当然也会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指定 古籍本体是这个房子 连那个表演厅我们都没有进来 是这个房子本体 所以在蓝色的267上的房子 如果未来若干年光 你真的要开闭这条道路的时候 它是可以被拆除的 这上面是会进空的 你放心 并不会站立委 或者说 叫你去城市 还要滑让你滑开 没有到那么严重 我们还是要顾时 因为现在它没有通的必要 何况这个房子存在很多人 这里就上面是六房子 它基本上是被市委 市长官邸的一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先跟委员会报告 那针对交通局跟都法局 还有新公司的意见是 我们以后再回事不再讨论 那今天是针对它全管跟这个范围 要不要纳入这个地方 如果纳入 那未来如果说像委员他未来还要做道路 那我们就可以先不做都市计划变更 反正做全管部分先文化区纳入管理 那如果未来还是要维持道路 那至于是不是真的要把这个道路 用地废除 那属于比较技术的部分 那不设计今天会议讨论 我们再会后再由我们局面 再跟相关单位在做比较进一步的线上 好 谢谢吴汉局的座民 谢谢吴汉局 好吧 那如果没有其他应件的话 我们就许委员的投票 那吴汉局的投票 从头听到这里 我没有听到为什么要纳入的理由 都没有讲 只是说委员觉得会堂必要纳入 就纳入 那原来提案人提案纳入的理由是什么 是因为管理维护比较方便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我看资料跟听简报都没有听到 为什么要纳入 因为这个理由要很强烈 要不然的话为什么要纳入 不纳入也同样可以使用 那为什么一定要纳入 理由要很强烈 纳入了以后将来再解除 很奇怪 请说明为什么要纳入提案人 那我不晓得提案人是谁 是文化局之籍吗 这个是我没有听到任何理由 那麻烦你资源课部分结束说明 好 各位委员好 我这里是文化局文化资源课 我们是市长管理的全管单位 跟这边跟委员做个补充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市长管理目前的现况 就是去年指定为历史建物 那因为我们要开始做全区的 因应计划的检讨 那因为现在建筑本体的那个厕所的 五障碍空间其实不是很充足 那我们现在门口刚刚说的小屋的那个部分 其实陈屋委员刚刚提到 就是他很久就已经在那边了 大概从八十几年的时候就在 那我们目前是预定 把那个小屋的部分 再去增建成新的五障碍厕所空间椅子 然后才能够去符合 我们现在对外公众使用的一些 物障碍设施的这个需求的部分 所以我们是建议就是 那个地号是可以纳入 那我们还要再去做 全区的因应计划检讨 以及做物障碍厕所的修审 好 以上 可以拿 好 来 主席我帮忙讲一点话 那个因为我刚刚其实我的问题 其实跟刘老师的问题其实一样 所以我查了一下那个旧的那个地基资料 目前那个日本时代的那个范围 原来就是这个范围 就是有包括226之一 所以它被纳入来的一个理由 其实就如同它的现况一样 其实它原来的界线就在这个地方 那这边原来是没有道路的 不过因为我们没有提供那个道路是什么 时候被放进来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讨论 也许可以就是基于那个原来的那个官邸的范围 然后同意它原有的范围来登陆 那其中就包括226之一 好 再补充这一点资讯 给各位站好 还有没有其他意见 因为事实上日治时期 这个地方的都市计划 它原来是大街坡 因为都是学校成功中学啊 雷商啊 它原来是大街坡 那后来呢 他们就有一些街坡呢 希望能够在用一些项子分割 让它成为一个住宅区 所以现在变成这个街坡的距离就会很短 你从这里开始过来 你会碰到好几个路口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后来 后来我们自己把它这个增加了 原来它的街坡是这样的一个街坡 但是它是计划竞争 那你这个系的多了之后 就变成住宅区了 好吧 既然原来它是没有 原来就没有 那才大家的跑步 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就同样 因为我没有意见 但是一个案子没有说任何理由 就是说我也很同意 这也很奇怪 应该把这两个都补充上去 第一个是恢复原来都是计划的样子 然后第二个 实际上有需求 这个需求是为什么 他应该把这两点都写上去 不然就很奇怪了 但是在纯组后的报告没有提到任何原因 所以只是要未满电脑感电 这个委员会就很奇怪 报告委员 我资格这边稍微补充一下 我们在那个行业三的提案单里头 有提到刚才委员的这个疑问名单情况 他有提到在这个 瓜奥二办理情形的 瓜奥二里头有提到说 就是调阅了过去的这些楼子资料之后 发现二二六之一一号上的小屋 是既有建物 而且本来就存在这个原始的围墙内 所以建议为了它能完整 我把这二二六之一图和纳路 以上简单说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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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